大家好 大家有見面 歡迎大家繼續收看和支持我吳凱晴Isabella 這個YouTube的頻道 今次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創作繪畫的部分 我之前創作過不同的蔬菜畫 有些冒畫 一些油畫 今次的頻道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一些關於最簡單和直接的方式 來完成一幅畫作 用一些彩色的鉛筆 即是木顏色去完成 我設計了兩幅畫 看看大家喜歡哪一幅畫 第一幅畫 第一幅畫 就是這一幅 你可以看到這一幅是雀鳥 我今次設計以動物為主題 這樣看得到 對 對 那 其實為何我要設計這幅雀鳥為主題呢 今次也是我第一幅畫雀鳥的畫 用顏色筆畫 那 用顏色筆的好處是 它不會太快 即是不用等 它太乾 而且木顏色是比較軟的 那 它掛上去是非常之 柔軟的 是非常之柔軟的 可以上不同的顏色 對 不像其他一些色彩 其他一些水彩畫 一些用水筆 是很容易化的 令到顏色很不均勻 又要等乾 很容易會把畫 還有木顏色的優點之處就是 它可以蓋到顏色的 或者是 如果說不適合 就可以 即是 可以用 剪刀的 去插 去修正 這樣 對 其實我一種都很喜歡 尤其是巨嘴尿 或者是鷹毛 之類的 那 今次呢 就是 以 叫做 顏色的 為主題 對 那 我就是 用了 即是 一層一層 不同的層次 色彩 來畫 可以看到 它有明暗的對比 明暗的變化 那 用重色 就是 可以看到 在 雀仔的肚子下面 就用了重的顏色 對 重的顏色 那 就可以 強烈地 帶出明顯色彩的變化 那 你可以看到 我用了不同的顏色 你可以看到 我用了不同的顏色 主要就是用 金黃色 橙色 用不同的顏色 可以看到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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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質感 變化 那 可以突顯出這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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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 那個 眼是 最重要的 或 每一個 動物 因為眼睛是靈魂之窗 好像我們人類的眼睛 都是靈魂之窗 對 那你看的都是用眼睛來看的 所以眼睛一定要是 畫得很視正的 不是就 不可以隨便去畫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雀鳥呢 就是 它是兩隻腳 就 就 站著在 那個 一塊 木上面 這樣 在那 看著風景 或者看著其他東西 對 對 那 那 第二幅呢 第二幅呢 第二幅你過一下我玩什麼動物先 給一些提示 那 那 那個動物呢 就是 可以 是你的草物來的 可以養的 對 對 不是狗 不是蟲 不是兔子 那 那個動物就是 不會走出去的 多數是在家裡養 就是 那 就是 貓了 對 那 給大家看清楚一點點 對 那 那 那 這幅貓呢 也是 第二隻 第二隻動物 對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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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受到它的質感 用色彩來表達它的質感 我主要用橙色 金黃色 啡色來塑造它的身體的顏色 它的眉巴和肚子是最明顯的顏色 可以突顯 而且有光影的變化 其實花的時間是比著著料更長的設計 它畫這幅圖和油這幅圖 你可以看到貓的眼睛是挺有神的 其實畫動物呢 畫到它的神髓 畫到它的質感是很重要的 而且你一定要畫到很許許如生 才可以畫到整隻動物的型格 這兩幅都是我2022年最近的畫作 創作的畫 希望大家喜歡 看看大家喜歡哪一幅畫 哪一個動物 哪一隻 可以給阿芬 評阿芬 無論如何 創作如何 希望大家喜歡 如果大家欣賞小妹的畫作 希望大家可以去訂閱 繼續支持阿芬開晴 Isabella的YouTube Channel 多多支持 希望大家喜歡 希望下一次可以創作更多不同的畫作 讓大家去欣賞 大家去評賞一下 多謝大家 拜拜 下次再見 多謝大家 再見